2023年十大最火男演员 2023年,特别是一个暑期档 内鱼居然又出圈了十几位男演员 当然也有一些演员因为各种原因跌落神坛 那娱乐圈就是这样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红的会是谁 下一个出世的又是谁 那季去年,小文的2022年最火男演员盘点 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赞同和支持 这一期呢,我就在接再厉 继续进行我们2023年的人气男演员盘点 和去年一样,我们还是按照已播作品实际 代播作品阵容 以及新增商务代言这三项简单又一目了然的指标 来对演员们进行介绍 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相信数据 但是你绝对不能不相信商家的专业评估能力 另外,既然是演员盘点 我们还是以作品为根基 那些2023年没有播出作品 或播出的作品遭遇滑铁卢的人气男性们 就不在本次盘点之内了 数据截至日期2023年10月20日 TALK 10 邓维 邓维,1995年出生于内蒙 中戏舞剧专业 2020年才出道的他 今年就凭借长相思中的知名南糊涂山景 火爆全网 其实年初,在仙霞剧长月静明中 他就已经小有热度 而且,这位新晋古装男神 距离距外反差极大 距离好架风,美狐小交夫 距外渣男风,时髦又帅气 甚至短视频上都流行起了邓维穿搭体 虽然演技还是被人诟病 但是也挡不住邓维出圈的速度 目前,其微博粉丝数量已经超过480万 可能相比内于其他演员 动辄几千上亿的粉丝量 几百万的粉丝的确不够看 但是你要知道 这可是短短一个多月从无到有的数据 看看他今年接手的代言和杂志的销量 你就知道他的这些粉丝 可都是实实在在的活粉哦 首先来看杂志 这段时间,邓维直接登上了 费加罗男士的九月封面 三张封面上升,三套当即高定 该杂志开售一小时破17万 截至目前总销量破20万 还有封度十月刊双封面 销量方面也是十分的火爆 小文已经好久没在内于看到这种架势了 目测,之后应该会有其他杂志抢人 再看代言,八月收获纯真品牌智友 九月官宣修丽可品牌大使 开售当天,全网销售额立即破了5000万 这个销量已经算是今年top的水平了 另外,迪奥最近也认领了他的商务 很好奇他与其他几个新老流量之间 谁能够最先拿到迪奥家的title 虽然目前邓维只有三个代言 但我觉得只要后续经得起考古 流量数据和粉丝年性也继续表现良好 应该会有更多的商务合作跟进 但邓维有一个劣势 由于去年被爆出小牌大耍事件 导致他拍完长相思后 直接空档八个月 所以带播剧并不多 除了长相思第二季 他只有一部由曾顺熙 李一同主演的云秀行刚刚结束拍摄 即使正常播出最早也会是明年下半年 而且因为是爆火之前接到的资源 所以还是难二 但是你看这高葫芦透就已经出圈程度 男主曾顺熙压力山大呀 当然,不用等这部剧的播出 邓维现在就已经逆袭了 他近期接拍的仙侠剧仙台有数 已经是妥妥的一番男主 幕后班底也不错 导演是指导过琉璃与长风度的影涛 编剧则是刘芳 大唐荣耀 莲花楼都是他的杰作 可见红了后 邓维的影视资源是肉眼可见的飞升了 TOP9 于是 于是,1996年出生于辽宁 毕业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体育专业 主攻篮球 2019年,因出演神话电影《风神》中激发一绝 从而进入演艺圈 那大家也知道 之后的几年 由于各种原因《风神》迟迟不上映 为了电影的新鲜感 于是也一直被公司半血藏 期间只拍摄了一部《长空之王》 那2023年则是于是的爆发之年 先是五月凭借电影《长空之王》里的 瞪放一角展露头角 八月又随着《风神》的上映 而彻底出圈 先依怒马少年郎 一箭之君极断肠 多少人被《风神》里的激发骑马射箭率晕 在大荧幕上从演技到颜值 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于是的少年刚硬是内鱼很少见的 这也让他立刻成为了各大品牌和杂志的宠儿 首先是代言方面 从八月爆火开始 截至目前短短两个月 于是已经接到了至少五个生物代言 从化妆品到珠宝 从日用到快销 都是叫得上名字的大牌 我们再看杂志方面 从八月二十号开始八天八宣 很多主流刊物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而且每一次映照都上身迪奥 华伦天奴等大牌 可见奢侈品牌尤其是迪奥 对这位新生流量的押宝和看好 从无人问津到平凡的参加品牌活动 说明现在的市场对于是十分认可 但播剧方面 除了明年《风神》二三部的继续上映 于是还有一部与马依利合作主演的民族电视剧《我的阿勒泰》 一部与王影录合作主演的爱情喜剧电影《欢迎来到我身边》 还有一部由林超贤导演的《红海行动2》也即将开拍 这电影资源也太好了一点 至少让它保底三年啊 只要不出什么实锤的绯闻黑料啥的 目测于是未来可期 Top 8 谭剑刺 谭剑刺 1990年生于广西 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舞蹈专业 别看谭剑刺 今年靠长相思中的相柳一角 事业更上一层楼 但大家要知道 当初在公布选角时 谭剑刺仅有174的个头 还是让他受到了很多网友以及书粉的攻击 但是谭剑刺 凭借在剧中沉浸式的演技 还是让自己硬生生地出圈了 网友都纷纷感叹 让你视眼向柳 没让你从书中把它抠出来 而剧外谭剑刺18版武艺洋洋精通 也让他收获无数迷昧 即使剧播完 人气还是持续走高 谭剑刺和上面提到的 邓魏于是的横空出世不同 他已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数十年 无论是作品还是口碑 都已经受到各方认可 去年的《烈罪图鉴和你安全吗? 两部作品就已经让他小伙出圈 加上今年的长相思 更是让各大品牌商对他趋之若鹜 光是今年爆火后的8月和9月 他就官宣了7个代言 代言总数也达到了10个 是暑期十几位出圈男星中 表现最好的一位 而带播剧方面 谭剑刺可就太多了 与周也合作的小甜剧 很想很想你即将开播 有望年底再冲一波流量 还有与张静怡合作的电影 被我弄丢两次的王晶晶 和王楚然的都市爱情剧 爱情有烟火 刚刚拍完的古装喜剧 四方馆 正在拍摄的 烈罪图鉴2 还有一堆网传的热饼 谭剑刺如今确实炙手可热啊 既然这么多代播剧 他的积压剧烽火流金 大家暂时就不要想了吧 TOP 7 吴蕾 吴蕾 1999年出生于上海 童星出道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今年 吴蕾有两部作品播出 一部是年初 与周宇彤搭档主演的 都市爱情剧《爱情而已》 另一部 则是与胡歌齐希搭档 主演的文艺励志电影 《不需此行》 其中《爱情而已》中 吴蕾饰演了一个 青春阳光的运动男孩 与周宇彤上演相差 十岁的姐弟恋 虽然这部剧 在央视的收视率并不高 但整部剧接地气 又温馨励志的基调 在网上却收获一片好评 豆瓣8.2的高分 在内与爱情剧 普遍低分的前提下 这个分数已经相当不错了 在播剧方面 吴蕾与成建兵 讲琴琴搭档主演的 现实题材 青情悬疑片草木人间 另外还有一部 与赵金脉联合主演的 都市爱情片在暴雪时分 这部剧小文还是非常看好 全程国外拍摄 竞技台球 外加少男少女的爱情 很美很浪漫 目测会活 最近呢 他与陈坤主演的电影 入行入阁 也正式开机了 真是 大小屏幕全面开花 可能大家会觉得 吴蕾的粉丝年度并不强 但是大家要知道 他从小积累下的 路人员和国民度 却是粉圈明星们不能比的 这也让吴蕾广受各大品牌方青睐 吴蕾今年已经新增了12个代言 再加上他之前就手握众多代言 总数已高达21 其中步伐像百事 宝格丽 上海大众这种大牌 而且几乎全是最高title TOP 6 王鹤蒂 王鹤蒂1998年出生于四川 空城专业 2022年暑期档的一部苍蓝爵 让他近身内于一线男星 那2023年 他播出了两部电视剧 一部是与周野一起领衔主演的 青春励志革命剧 战火中的青春 还有一部是郑凯和陈玉琦主演的 今日一加油 他出演男二 但这两部剧 都是王鹤蒂在喂火之前 就拍摄完成的代播剧 虽然借着王鹤蒂这两部剧 有了一定的热度 但播出成绩并不理想 但好在王鹤蒂还有两部非常值得期待的代播剧 都是大火后接到的优质班底剧集 一部是即将播出的 与白鹤主演的都市爱情剧《以爱为营》 还有一部是与田锡威搭档主演 而且是全明星阵容的大男主成长剧 《大凤打羹人》 如果接下来 这两部剧播出效果不错的话 目测 他2024年还会继续火下去 而商务方面 有着去年苍蓝爵的加持以及多方考古后毫无黑料的背景 让他今年继续在人气和商务上攀升 截至这个10月 今年他已经新增了12个代言 总代言也高达19个 除了LV是大使的身份外 其他都是代言人的最高Title 这资源也是逆天了 TOP5 张颂文 张颂文 1976年出生于广东 原来是导游 因为热爱表演 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从而进入演艺圈摸爬滚打20年 最终凭借今年的开年神剧《狂飙而爆火》 实现了中年人的逆转人生 如果说 哪部剧是民众公认的2023大暴剧 那《狂飙说第二》 估计没有剧感说第一了 拿下近九年央八剧王 每集平均收视率2.50% 最高收视3.582% 网播量也早已跨境百亿俱乐部 不仅捧红了主演 连一众配角都爆火出圈 那张颂文就是那个最红的 连他未红之前拍摄的作品 哪怕是个打酱油的角色 现在都拿他做宣传噱头 来强调剧集的质量保障 可见 他的国民度和演技的被认可程度 那目前 他还有四部参演且热度比较高的带播剧 分别是与曾顺熙 陈都灵 联合主演的悬疑剧《孤舟》 还有与孙洪雷 江一燕 黄磊 一起主演的民国剧《惊贤》 与姚安娜一起主演的民国剧《猎兵》 一部早前拍摄的带播电影《老郑飞到天上去了》 还有一部 也是小文最看好的 是他与白百合主演的 最近才刚开机的古装悬疑电影 《清明上河图密码》 原著非常精彩 而且是全明星阵容 希望明年就能播出啊 而商务方面 张颂文爆火后 收获了两个商务代言 看上去似乎比那与其他年轻顶流们 差好多 但如果横向比较的话 相比其他终生代演员 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TOP5 朱一龙 朱一龙 1988年出生于湖北武汉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自从去年 凭借在电影人生大事中颠覆自我的表演 朱一龙获得第35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后 他就彻底在电影圈生耕了 而今年 朱一龙一共上映了两部悬疑电影 和一部客串电影 《消失的他》 《何编的错误》 和《志愿军》第一部 特别是在《消失的他》中 朱一龙再一次打破形象 试演了一个复杂的赌徒 精湛的演技 和35亿的高票房 让他已经彻底脱离颜值和粉圈的束缚 成了名副其实的实力派演员 无论是业内还是路人 现在都已经有了一种潜意识 那就是 只要是朱一龙参演的作品 就是质量的保证 肯定不会差 在播剧方面 他有陈凯歌的《志愿军》第二部 这次应该是主角 还有一部保密电影 另外 在别的顶流 还在苦苦争取电影资源的时候 他现在已经是在挑好剧本了 虽然他今年只新增了一个代言 但似乎已经与其他品牌 达成了稳定的代言关系 续约率很高 他应该是要走那种 再至不再量的高规格路线了 总之在《八五生》中 他的成就已经一起绝尘了 Top 3 成毅 成毅 1990年出生于湖南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2023年是成毅的爆发年 他今年播出了两部作品 一部是与张于希主演的现代爱情剧 《南风之我意》 另一部则是今年暑期大火的古装探案剧 《莲花楼》 这部剧属于平开高走 前面十几集不抓人 但后面却越看越好看 在豆瓣 近52万人打出了8.4的高分 当然 一番男主成毅 也是凭借在此剧中精湛的演技和流畅的打戏 圈粉无数 近四年来 成毅几乎每年都能做到有效播剧 20年的琉璃让他火热出圈 22年的沉香如蟹 让他不仅巩固了在古偶圈的统治地位 还让他的商务资源有了起色 而今年的一部《莲花楼》 直接让他近身顶流 商务资源好到爆 截至目前 成毅今年一共新增了10个商务代言 要知道去年一年 这个数额才是3个 而总代言也达到了12个之多 那代播剧方面 诚意也有不少 一部是与李依童搭档主演的古装男性群像剧《英雄志》 还有一部刚刚官宣的 还是与李依童二搭的古装玄幻剧《狐妖小红娘王全篇》 很是值得期待 另外还有一部年代谍战剧身前 和一部革命历史情感剧《爱在风起云涌时》 而这两部都是古早就拍完的电视剧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未能播出 总之 今年是诚意收获满满的一年 TOP 2 王一博 王一博 1997年出生于河南 2014年就以唱跳组合成员正式出道 可以说2023年是王一博的电影年 这一年他播出了四部电影 他们分别是与梁朝伟合作的谍战题材影片《无名》 与胡军合作的空军题材电影《长空之王》 与黄博一起领衔主演的青春喜剧电影《热烈》 还有一部客串电影《中国青年》 《我和我的青春》 虽然很多网友对王一博在电影中的表现褒贬不一 但这次他在《无名》中的表演 还是受到了业内的认可 提名第36届金鸡奖最佳男配 要知道金鸡奖可是内于电影界最高荣誉奖项 朱一龙就是一举夺得上一届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 而得到了电影界的一致认可 不知道这次他能否有所斩获 我们拭目以待吧 带播剧方面 王一博目前还有一部带播电视剧 两部带播电影 分别是与李沁的《长风破浪》 与黄景瑜的公安题材电影《维和防暴队》 还有一部与承尔导演二次合作的电影《仁鱼正在取景》中 最后 商务方面 比起前几年 虽然今年截至目前 王一博只新增了八个商务代言 但他的虚约率很高 总数已高达三十个 还是很强劲 Top 1 肖战 那今年的第一名还是肖战 令人意外的是 今年肖战的三部存货 居然在四个月内全部播完了 分别是六月播出的与李沁主演的年代青春励志剧《梦中的那片海》 七月播出与任敏主演的古装玄幻剧《玉古瑶》 以及九月播出的与白百合主演的现代都市剧《娇阳伴我》 有着强大的个人号召力 肖战的这三部剧播出成绩都很好 每一部都是当月的热度或全端播放量冠军 特别是《梦中的那片海》和《玉古瑶》是腾讯官方认证的2023年度三部大爆剧中的两部 也就是说这两部剧是腾讯平台2023年 播放量和收入都是前三的存在 特别是《梦中的那片海》已经在内地各大卫视平台13轮重播了 如果说以前肖战的火还仅限粉圈和网络 那今年这部《梦中的那片海》就让它彻底火遍全国了 那代播剧方面 肖战就只有一部正在拍摄中的电影《徐克指导的射雕英雄传》了 据官方透露 这部电影将在2024年春节荡上映 全球能否同步不知道 但香港导演的话 应该至少能够保证两岸三地一起上映了 那句网传 肖战还有一部郑晓龙导演的藏海戏林将会无缝接荡射雕 于12月开拍 应该是复仇家全谋 这部剧虽然还未官宣 但是热度已经空前高涨了 商务方面 今年的肖战保持了去年的水准 新增商务代言10个 续签率极高 目前总数也是高达30个 而且军事品牌代言人 并且每一个都是口碑非常好的国际大牌或国民品牌 无愧是断层顶流啊 其实还有好几位人气明星的影视资源和商务代言 在上半年表现很不错 但随着暑期荡爆火的那几位明星的出现 他们的资源 特别是商务资源 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几乎是停滞的状态 当然 演员还是作品说话 性流量们是昙花一现还是持续爆火 老流量们 是就此一蹶不振 还是继续红火 一部好的作品其实就能分分钟扳回 好了 今天的盘点就到这儿了 那哪位演员是你的最爱呢 你又买过他们的代言产品吗 让我们在评论区聊聊吧 这里是Wentop10 点赞订阅不迷录哦 Wentop10